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购买门券的公众 提供50%的退款 有关的退款安排长城 将会在3月中前另作通知 主办方也再一次向公众致歉 其实搞这个比赛的目的 开始都是为了想大家开心一下 所以去到这一刻 无论大家满不满意 事情总算是有一个交代 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都开开心心 不知道大家一会儿吃完团年饭之后 怎么过呢? 会否打算作最后冲刺去逛一逛花市呢? 这边新春夜纷纷就人逼人 那边传统年宵就冷清清 这两个地方居然都位于观塘 观塘年宵市场由食環管理 一向在观塘泳池旁边举办 当主要花一万多两万元投得档位 本来想着可以发个新年财 谁知人算不如天算 我们收到连销当主范小姐的投诉 指生意被同区新开的新春夜纷纷 抢了 比往年的同期少了可能三成的营业额 应该是上面开了夜纷纷的影响的原因 分薄了人流, 这也是惨淡 幸好我们也有一点… 前两天我觉得这里的销情一般 然后我们立即在那边取位 那边相比较两个地方 那边的山影眼就比这里好很多 观塘年宵闹上爆 原来由观塘区议会等团体 又搞了一个名为新春夜纷纷 在旧玉闻坊, 非常近港铁站 贵枝比观塘年宵好得多 怪不得长了不少人流 都可以, 是的 比上一年更好 那边反而比较差一点 晚晚吃完饭 就有很多一家大小来走 都发觉跨区的人来到 所以都觉得效果不错 看着人流一直飙升 我也第二次走过来 晚上可能有灯都吸引 挺好的, 是小一点 因为这里近巴士站 那边要走上去有点远 夜宾分档位就以日租解 每天一千元, 算起来比年宵市场便宜 现在租金贵了, 人流少了 散热又没了 怪不得年宵当主说新年不快乐 大家要留意 而且全港十五个年宵花市 将会开到明早七点钟 所以大家可以慢慢走 不过如果打算去黄大仙上头炷香 今晚九点钟就会开放给善信 所以看完我们东章 都可以准备出发 又或者大家除了在香港之外 都会想去澳门过年感受新春的气氛 但是其实去到澳门 除了喝喝食事之外 原来还可以有机会去到学武功 这片星海是不是很漂亮呢? 最適合就是打卡 以前过澳门最多都是到处找食物 不过现在就多了很多不同的体验 新年这里还有很多特别的活动 不过我这个看法好像不太合 看到我这身装饭 就知道我准备好拜师学艺 对, 让我练习一套功夫 成为龙的传人 这么多集武之人? 这个虚拟武术世界 可以跟着虚拟武术大师 展开集武之路 第一关, 由虚拟武术大师 带来修炼基本动作 打好武术跟机 跟着戴上VR眼镜 还可以进入虚拟武世界 亲力其境, 很刺激 来到这一关, 我这个武术大师 就要踏上LED屏幕 勇闯梅化妆 看我练了这么多关 仍然如此龙精、富慢 就知道我是练武奇才 是时候拿起武器, 准备战斗 在神兵力气这一关 可以随意射出斩开和格挡的攻击 练武后, 让我换一套漂亮的衣服 我们来这个餐厅 探讨武林天下主题的汤 让我试试这杯幸运流水 原来是普利鲜奶茶 接着就是这款凌波微布 不知道是什么 原来它是朱古力筋纸沫 接着还有这个金足料的 臥虎藏龙堡 適合集园武的, 来补充元气 恢复完体力, 让我们冻炭露筋 AI乐园集结了人工智能技术 让我梁特特带大家来的 多元学习的探索之旅 这个智能音乐科 设有色彩纷纷的界面 配搭智能琴剑 小朋友就可以轻松地学习弹琴的技巧 想发挥创意 就可以来到这里 设计独一无二的飞船 完成后, 还可以发射上太空 属于你的飞船 就会显示在屏幕上 好, 来吧 两个体验馆由即日已经开始了 这个农年一起来感受一下 不一样的新年气氛 恭喜发财 闊别五年的新春盛会 国泰新春国际会演之夜回来了 大年初一百点钟 在尖沙咀隆重举行 各个表演队伍已经密罗紧固 进入最后的彩排阶段 今年新春会演的主题是 龙藤香港贺新水 阵容非常鼎盛 总共有九架花车 以及二十九支表演队伍参加 他们很多来自世界各地 这次专程来到香港和大家拜年 其中有不少仲是冠军级人马 赢过很多国际奖项 也不乏人气爆灯 粉丝无数的火红组合 他们到时会施展隐身绝技 为观众送上连长惊喜 只是看到他们小小的彩排情况 就已经令人相当期待了 好… 还有不得不提的本地队伍 亦是精英进出 献上精彩和多元化的 何岁表演 保识令大家叹为观止 如果你都想亲身来打电影看表演 就要留意了 巡游路线会由尖沙咀文化中心 广场出发 途径广东道、海房道、尼敦道 以梳士巴厘道为终点 到时记得早点去霸定好位 恭喜发财 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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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年初一八点正 一起龙腾香港 何身碎 今天下午三点半 在九龙湾消防局一架的云梯车倒塌 而一条长56米的云梯更加倒塌 呈现V型的弯曲 看到它慢慢跌下去 横跨在行车线上 幸好没有击中任何车辆 幸好事件中没有人受伤 新精头真的不想中这些头掌 不如对于我们主持蓉勇来说 一次过看到他们三个 应该比中头掌更高兴 好玩 好玩 真的很见识到嘉栋 是不是真的很难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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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好没有结案 好玩 好玩 没错 我也是临时去做司机哥哥 好玩 好玩 Aaron家栋小齐最近落力为新戏宣传 虽然戏中三位飾演废中 但现实中三位一点都不废 还很好演技 电影是黑色幽默路线 三位各有发挥 我见识到你们的默契 我想知道其实在剧本里的剧本 你们是跟着 还是当中自己的火花撞出来的 我们这部电影? 是 爆肚子也不少 其实也有 也是 跟着剧本 但大家又加上自己亲身的经验 是 然后很有共鸣 大家自己觉得 在生活上哪有经历过的事情 是 反映出来 我觉得在这个角色上 很多是林子 幸好是林子林子 因为我们本身故事的骨幹 就是一种黑色幽默 现场要遇见的 是一个节奏 演员和演员之间的对白 默契 默契的表情 如何给出什么 这个我觉得除了我们演出来 我觉得导演的功力 剪接的功力 也不可以缺少 是 是 小齐那些金句 好人又做不好 坏人又做不好 我喜欢这句 我真的很喜欢这句 基本上很多人 生活上面对很多问题 有压力 想努力去做 但有时有命运 又令你做不好做不到 但你又不够狼 去做这些坏事 但这部电影中 就是我们天马行空 中到城城的梅兰 大餐 请我们打劫 叫你们三个演廢中 真的很考虑你们 破坏了形状 廢中你怎么这么容易做 廢中不容易做 对 廢中多难做 天哥出来了 多少东西配合才能做到廢中 冷静 冷静一点 因为我又入了梅南天 但其实你是一个好人 其实是的 我很有礼貌 是的 很有怨宅 很有原则、很有礼貌 那我们东章访问你 你们一定要说什么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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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会出现的 是这两个会出现的 对 那你说对不起还是多谢 敬抽… 敬抽敬抽 厉害… 那我们现在驾车到戏院了 好吗 谁驾? 临时临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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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你驾? 最重要 扔我来 安全点 千万不要有结果 你整个赛车手, 你驾 我驾电灯车的 驾电车车 驾电车车 你驾, 你驾手 你驾 好, 上车 坐他的车也不错 临时临急 最重要不要有劫案 知道吗? 你有车手, 我也不想 上车… 我坐车头 来 去 你还没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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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联市小不面品尝传统菜 有两宋饭店边镇 推出几乎失传的酒楼菜式 有美食工厂扭转传统菜的制法 转头东张细望 回来东张西望 又到了车cam看猛片的时间 不过以下的行为 大家千万不要学 立刻看看片 华尔是因为人车争露 在土瓜环天桥底 看到两名男子大打出手 虽然这条片没有剪出来 但其实那名男子 一直骑着对手连患出拳 令对方毫无还手之力 男子赢了之后 再拿着三代送菜离开 新年能不能动手动脚 开开心心吃顿新年饭好过 不过吧 踏入十二点 这间位于新蒲江的两宋饭店 踏入黄金时段 上班哪有食物 就是吃两宋饭 上班经常在这里吃 这间两宋饭店开了两年 虽然店铺位于行仔 款式亦比其他两宋饭的菜式 少了三分之一 不过仍然人龙不绝 当其他食市大慎被北上的热潮抢客 两宋饭店仍然稳如泰山 就知道地位是无可取代 我自己也多做三、四成起码 例如以前不多出去买饭吃 多数听错 但现在很多都会买饭回去吃 两宋饭速度快点 觉得买回去就自在在吃 然后吃到这样的品质 价钱便宜一点 只不过就算多强势 也总有黑性 遇上大时大折 两宋饭就被饥饿为 不可以上大桌 何况讲求大鱼大肉的龙力身 在今年贴地平价的两宋 和风衣粥食似乎脱钩 过年大家就少吃两宋饭 少了 因为他们家里也很多东西吃 有些师傅可以休息 两宋饭店的中书地带 也就是厨房 临近过节 除了应付日常的两宋之外 还要变一变 迎合农历年的黄金档旗 大家过年都知道 家里还没帮我洗 人齐回来吃饭 做妈妈的家庭主婦 就做餐馮了 我想想 如果你停止了 没有做生意 其实那几天是损失 那我就跟师傅商量 不如这样吧 大家就了 我们过年的时间 那几天我们做些新春的东西 是何年菜式、何年齋、化财猪手 这些菜式 两宋饭店的前身 是一间旧式的酒楼 五年前因为种种问题而结业 传统酒楼的强项 就是古老贡富财 所以来到农历年 两宋饭店要好好发挥自身的优势 推出一些几乎消失江湖的传统菜式 好像是… 鸡 鸡是过时过节的必必食品 而这款太爷鸡 明智小厅 在现在的酒楼同样少见 平哥, 太爷鸡 对鸡的要求有什么? 最好是金黄色 这些金黄鸡 更好吃 起码要两斤半二成 这些鸡够老身 吃开来更好吃 第一个回来生的时候 要浸熟、浸老水 浸一个小时 放糖、米、榨叶 香菲、木头 可以了, 放这些鸡下去分 只需要分15分钟 已经足够令茶香、米香 散布每个角落 可以了, 15分钟可以金黄色 分出来的味道挺好吃 为什么现在这么少人做太爷鸡 因为工族繁复 因为浸熟的鸡 又要浸老水浸一个小时 因为如果要分 周围有小消防 大家都不会做这些了 即是大烟那些 对 过年过节 很多人摘这个太爷鸡 所以一定要自己订 就是要订 你不可能自己做 是 做太爷鸡很麻烦 而且你用新鲜鸡 是不是 你推荐冰仙鸡 你买的不好吃 那时那时就过来 对, 每个人都是蜂蜜足吃的 没理由, 真是鸡鸡鸡 对吧 本来两送饭在过年的时候 胃处暂时 现在凭着赫年都会成功扭转 过年大家都舍得花钱 但价格会比较高 而且有点好 就是客人不是坐在那里吃 他们拿走 营业硬一定比平时 多两、三倍都少了 都可以应付一个过年 都说饮食生态在復常后 就变得不正常 催生的还有这些小型食物工厂 一个烧碎 基本上操控整个厨房 一个人一手包办 一家公司40人的五线 工厂只开了半年左右 要跟其他人竞争 先搖二本商人 在食材上下重盆 像一餐肉炒蛋 我会用六只蛋 但如果去餐厅 我想一道菜吃不到六只蛋 完全不合经济效益 客人会记得我们 这里是不同的其他餐厅 这个是咖喱牛肉 我们用美国的板件牛肉 成本和巴西的应该贵一倍 这个如果成本价 我想也要五十多元份 差不多 现在你卖呢, 卖多少钱份 我们也是卖五十多元 虽然它的成本会高些 但一个餐里始终有一些青菜 拉上补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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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初时, 大家发生逆境厨神 每个买凍肉自己煮 的确是卖过满糖红 可惜入厨只维持了一剎那的热情 之后笑情冷淡, 唯有另辟新路 最初疫情开始的时候 人们会买很多冻肉 每个人都自己煮 但后期他们很多时候 都是买外卖 人们团聚的时间少了 煮食就少了 我们做一个食物工厂 希望可以做一些外卖 和到辟的工作 现在送饭下去了 始终做写字流线食生意 有限 于是开拓做健身人士的健康餐 来到农历新年 食肆的黄金档期 更加不敢怠慢 农历新年以传统菜式挂岁 不禁于人有我有 所以要做出个人特色 例如在黄菜周手 猪手的做法就不一样了 我这个猪手 经过慢煮处理了 慢煮差不多是八个小时 而我们用低温 六十多人倒去慢煮 所以它的肉质保持鲜嫩 时间是鱼用多了 别人吃了会记得在心里面 配一个法菜 就是拿乳头 就是过年的法菜 还有金蠔 也是拿乳头 炒完之后就慢火炆 猪手很软软得来 但不会脱骨 所以过年吃就很适合 可能还台就手 换煮法之后 又要在菜式上与众不同 过年几乎必备的孔韻乳豬 要做到不失意头 但又要有另一种吃法 老实说 一般乳豬都可以卖到 到处都是烧腊 希望做得更特别 我们用三个星期至四个星期的乳豬 首先我们要腌制三日 要加香草盐 腌制才能够令它入味 塗了橄榄油 橄榄油的目的 最主要是令豬皮脆 要烤三个钟 最初两个钟 你会看到它在底下的菜 香草、酒等 慢慢烟熏上去 到最后的钟 底下白酒没有了 它就会开始有点凸凸的 分到猪肉 你吃的猪肉就会有点香氛味 烤出来的乳豬一样红薄 要切烤豬要遮作特别的工具 因为用碟就证明猪肉够嫩 皮很脆 在汤的时候就听到嘴巴的声音 在下碟的时候听到脆薄的声音 是, 皮很脆, 肉很嫩 因为里面还很热 新年的订单虽然未算十分疯狂 但也录得不俗的进展 除了吃正大时大折之外 原因更在于在大环境之下 找到隔缝位的生存空间 每个人都以为伏偿之后会好 但原来伏偿之后 每个人都不想消费 香港餐厅那些更惨 有一部分的食物 就未必是上去北边可以吃到 譬如不想消费就完全影响不了 看得都很想吃了 荔翘, 今天年三十晚 做完冬章之后 你会有什么节目呢? 我不去黄大仙, 又不去花市 因为看电视也有以下这个节目 榕树头未到今晚十二点 已经向火鼎盛 大家齐心为今晚的 垂直倒数迎金龙 举行拜神仪式 预演出顺利 说实话, 在庙街熔树头 倒数迎新年的确破天荒 难怪参与演出的朋友 都说感觉不一样 第一次在尤玛地天后庙 这个位置 其实很有风味 我觉得 你看到我们的设计 旁边挺漂亮 所以今晚 就和大家一起倒数迎接新春 我觉得很开心 因为是第一次以超声团的身份 和大家倒数新年 真的很开心 而且这个场景 就像一个大型的街坊福利会 今晚九点半 和大家一起倒数迎金龙 看起来也很有气氛 相信今晚大家看着电视 和那些一起倒数 都会觉得又温暖又甜蜜 对吗? 没错, 不如在此和大家拜个早年 祝大家 农年行大运 恭喜… 何农年? 近年在香港大热的 麻薯波波加入战场 以港风马树迎战大受欢迎 每天大概卖2000个 传统小食龙酥糖 如何吃正龙年 令人从头 这个被人遗忘的小食怀抱呢? 留意东张西望 没关系 你们再集中 好吃 那么 typically 不知道